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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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兔子阿比 今天呢 是一個比較 悠閒的 跟大家聊聊的一個 影片類型 可能跟平常的遊戲影片啦 或者是跟朋友們出去玩的這些Vlog 會有點不太一樣 沒有錯 我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四個 我希望2019年自己可以去 達成的目標 那這次的目標呢可能每個範圍都 每個範圍都比較廣 但是我會在更詳細的描述 其中更明確的 希望達成的目標 因為2018年 我覺得雖然兔子我度過了 非常多就是 我覺得我經歷了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好像卻沒有什麼 特別明顯的講進 所以呢我希望可以在2019年的年初 跟大家一起定下 這樣子的目標 那希望我們都可以一起去 努力的達成 首先呢我希望2019年我可以達成的 第一個目標是 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照顧好我自己 哈哈哈哈 我知道這個目標可能大家聽起來會覺得說 很好笑 都幾歲了為什麼還不會好好的把自己照顧好 Well 第一個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照顧好我的眼睛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稍微聊過 其實兔子我的眼睛本身就不是很好 那前陣子因為可能是因為新工作新環境的關係 每天壓力都非常的大 那我的眼睛的情況就不是很好 所以變成就是沒有好好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結果下班回家之後也沒有辦法去開台或者是剪影片 這樣反而是一件更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我才會希望我可以 就是有一個小目標是2019年可以照顧好自己 尤其是自己的眼睛 那在照顧好自己這個項目的底下的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養成一個規律運動的習慣 尤其是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很忙碌的社會 很忙碌的生活之中沒有規律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對身體來講真的是不太好 那所以呢我決定定下2019年的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希望光光的如果你們也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培養規律運動的話 希望就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的加油 朝著這個部分去努力 那第三個小事項就是呢 我希望我可以培養一個規律的作息 對那可能就是因為現在開始就是正 就是有新的工作正式上班 可能每天早上起來時間是規律的 但是晚上睡前睡覺的時間不太一定 那我覺得其實晚睡對我個人來講影響非常的大 我希望2019年我可以就是有一個比較規律的作息 好啦那我希望2019年我可以達成的第二個目標呢 第二個大項目目標 是我希望我可以有所成長 我覺得講有所成長可能真的是非常廣的一個範圍 因為我們就是成長有分很多不同類型的成長 那我給自己訂了幾個不同的小項目 可能其中一個就是包含呢 我希望我在2019年的每個月都可以讀一本書 對就是因為現在也不是學生的階段了 那讀書也不再是義務 然後也不會去被父母所 就是父母師長去逼迫應該要去讀書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讀書真的可以使人成長 那我覺得讀書的項目當然也沒有就是 一定要規定是可能學校科目啊 或者是什麼單字書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我自己2019年可以 達成每個月讀一本不同的書 那不限中文或英文 第二個小項目呢 是我希望2019年我可以學到兩件新的事物 拿這個新的事物可能 就是也包含新的軟體啊 或者是新的習慣 新的語言等等的 我覺得都可以 那整體來講就是希望自己2019年可以有所成長 第三個我希望是2019年可以達成的大的項目 就是呢我希望2019年我不要放棄我的夢想 我可以繼續勇敢去追逐我的夢想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是會跟 YouTube的經營 或者是實況的經營更有關係 像是因為2018年 我真的是就是 花了很多的時間在一些心境上的調整 那心理上的一些壓力的調適等等的 所以可能就沒有這麼多新的想法 可以就是繼續創作 繼續出影片等等的 其中第一個小項目 第一個小目標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達到固定出片的這個目標 我知道我可能從來就不是一個很固定發片的YouTuber 對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比較看心情發片的人 但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因為看心情發影片當然就是如果你心情好的話 但如果心情好然後又有很多想法的話 影片就可以一直出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當我今天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想法的話 或者是一個情緒比較低落 這陣子比較沒有在這個創作情緒之中的情況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各位寡寡們就會很久沒有看到影片 所以我希望2019年自己可以挑戰固定出片 哈哈哈哈 那第二個小目標呢 是我希望2019年我可以和三個從來沒有合作過的YouTuber合作 那我覺得不管是在什麼領域我都覺得OK 就是總而言之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因為自己可以藉由跟不同的人去合作 那激發更多的一些想法跟創作的一些動力 對那也希望各位寡寡們會喜歡和我努力的去 嘗試跟不同領域不同的人合作的影片 對那第三個小目標呢 是我希望在2019年我可以有兩個新的系列 不管是直播的系列或是影片系列都好 對因為我覺得每一年總是要給自己定一些目標的方向 那我希望就是自己在YouTube頻道的經營 可以更有目標更有方向性的去繼續前進 那最後第四個大項目我希望2019年可以達成的這個目標呢 是我希望我可以克服所有生活中 不管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還是YouTube經營上的困難 包含了時間的管控 就是因為兔子我現在也是有正職的工作啊 那一天上班八小時再加上兩個小時的通勤時間 一天有十個小時都是在工作上班的 那其實一天也才24小時而已 扣掉10小時我就只剩下14小時了 如果我還要再休息啊等等的 其實變成說我每一天的時間都非常的少 那就是也就是說我可以出影片剪影片想腳本 然後開實況的時間就是相較之下減少很多 那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好就是時間的管控 就是同時讓自己可以好好的休息 那同時呢也能夠帶給各位瓜瓜們 就是固定的影片固定的開台時間 所以我覺得時間的控管對我來講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那我覺得我需要克服的第二個大家比較看不到的困難 可能就是錄影的時間跟地點 那時間的部分跟第一點很像 因為就是一樣時間變得非常的少 那錄影的地點的部分可能是因為我現在住的這個環境 當然不是這邊啦這邊是我台南的舊家 那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可能沒有那麼適合就是去錄影等等的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去克服的 雖然可能目前現階段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我希望我自己在2019年年初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自己可以努力的去克服去達成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我希望可以克服的是 就是自己平常對一些生活啊環境上的一個不適應 我在2018年年底有跟大家就是聊過 就是說我來到了新的環境新的工作 那就是其實多少還是有一點不太適應的情況 雖然大學是在就是遙遠的地方讀書 可是讀書跟工作還是不太一樣的兩件事情 所以真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好好適應現在的生活 現在居住的環境 現在面臨的壓力等等的 對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我2019年去努力去好好改進改善的事情 對那以上這些呢就是兔子我希望我自己2019年可以達成的目標 呵呵呵我不知道大家聽完我分享的一些目標有沒有什麼的想法 對那其實我也希望各位瓜瓜們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2019年希望自己可以達成什麼樣子的目標 你們2019年給自己訂了什麼樣子的目標跟期許呢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呢就是因為有影片存證 反正呢我2019年年底會再跟大家一起來一一檢視我有沒有達成 我有沒有達到這些年初所許下的目標 那好啦我知道今天這樣子的一個錄影環境非常的微妙 看起來很像是我要拿一本大書然後要開始念故事給大家聽了 哈哈哈哈 好啦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類型跟大家聊聊的這種方式的影片 可能就是看起來就比較像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對著相機blablabla講話 然後大家各位瓜瓜們坐在店前聽我在講這些有的沒的 哈哈哈哈 那麼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啦 期待大家在底下的留言跟我分享你們的想法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明天 inches 幻想要小說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特別觀看 好 因此 嗶 好好